他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崛起与兴盛 以生育有八个子女 不仅有四个儿子成为了皇帝 两个女儿也不甘示弱当上了皇后 她就是史上最牛太后 娄昭君 她这一生究竟有多传奇 她的孩子又分别是谁呢 今天就带大家 走进娄太后的一生 娄昭君呢 本是北魏真庭侯娄提的孙女 赠司徒娄内甘之女 她年少时便表现得十分聪慧 且相貌较为出众 因此啊 当时很多豪族大家都想聘取她 但是眼光独特的她 却没有接受那些世家子弟 唯独对在城墙上服役的高欢动了心 殿下身边的婢女表示 高欢会是她未来的丈夫 然后呢 多次打发婢女向高欢告知自己的心意 且多次赠送私礼 靠让她来家行订婚之礼 娄家原本是不同意 女儿嫁给那样一个无名小兵的 但见娄昭君实在是执着 最终不得已同意了这门婚事 事实上呢 高欢也绝不是什么平平无奇之辈 她的祖上也曾经辉煌过 只不过因为犯了法而被流放 所以才身份卑微 不过 当时的高欢虽然没有什么名气 但却有满腹的才华 而且心怀天下 希望自己日后能够有所成就 只是因为形势以及身份问题 她满腔报复无处施展 而富家女娄昭君的下嫁 也让她的人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娄昭君的嫁妆中有不少麻痹 这对高欢来说是有帮助的 在得到麻痹以后 她又散尽家财去结交豪杰 在娄昭君的钱财加持下呢 以及高欢本人的努力之下 高欢很快就被晋升为怀朔镇的对主 可以说 娄昭君是她命里的贵人 从此以后 高欢的人生就如同开挂了一般 她的仕途很是顺利 很快就受封渤海王 娄昭君也摇身一变 成为了渤海王妃 内侍之势呢 全由她决断处理 她本人也十分明示力 并没有因为自己成为王妃 就胡左非为 反而高亢明爽 处事果决的她十分节俭 出行时 虽从也不过只有十人罢了 同时呢 她也不善度 对于高欢的其他机械 她从不针锋相对 全都以礼相待 因此 其他机械对她也是十分尊重 整个府上一片祥和 娄昭君将各种事物 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高欢有次帅步牺牲时 娄昭君深夜产下一男一女 两个婴儿 身边的人都认为 情况危急 应该快马去追回高欢才是 命悬一线的娄昭君 在得知属下要去找高欢时 又会作何反应 他并不同意下属的做法 他认为 高欢在外打仗 是要成就大事的 如果因为自己一点事情 就离开营长 那日后还怎么征战四方 更何况 生死早有定数 如果自己真的活不了 就算是高欢来了 也没什么用 后来高欢听闻此事以后 感慨了许久 东卫天平四年 高欢在沙远之战中战败后 侯景多次禁言 表示 如果自己带领精锐骑兵 两万去进攻 那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高欢听些侯景的言论 并将此事告诉了楼昭君 没想到 却遭到了楼昭君的反对 他表示 如果真像侯景说的那么做了 能取得胜利是不假 但是侯景也不一定能生还 这样一来呢 虽然得到了宇文泰 但也丧失侯景 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高欢觉得楼昭君说的有道理 便因此停止了行动 后来 高欢遭到柔然逼迫 想娶阿娜归可汗之女 但犹豫不决 楼昭君知道 高欢是因为自己才如此犹豫 于是他找到高欢 向高欢表示 娶柔然公主是为国家做打算 还希望高欢不要迟疑 后来 柔然公主嫁给高欢以后 楼昭君又用正式来安顿公主 只希望他能够早日适应 异国他乡的生活 楼昭君所做的一切 高欢都看在眼里 也一直记在心里 除了会帮助高欢 解决一些政务上的问题以外 楼昭君还是一个非常慈爱的母亲 对于高欢的所有孩子 他都视为己出 空闲下来的时候 会亲自为他们做衣服 从不厚此薄彼 对于高欢的下属 他也关爱尤家 经常亲手为他们缝制军衣 还动员身边的人都那样做 后来呢 楼昭君的地位也越来越显赫 但是他却从未动用自己的身份 去帮助母家谋利益 楼昭君的弟弟楼昭 因战功地位显达 其余的亲属 楼昭君都不曾为他们请求过官爵 他常常向高欢表示 有才华的人才应该大力使用 绝对不能任人为亲 以私害功 楼昭君陪着高欢 从一个小偷龄 一步一步成为北魏的大臣相 在此期间 他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高欢 是高欢的贤内助 最终高欢凭借智谋 消灭敌对势力 以大臣相控制北魏朝政 长达十六年之久 而高欢这一生共有一妻十姐 子女更是众多 在这其中呢 楼昭君就为高欢 共生养了八个子女 相传 每次楼昭君怀孕时 都会做离奇的梦 有时是梦见一条龙 有时则是梦见大龙 因此 有童谣曰 九龙母死不作孝 楼昭君作为九龙母 他所生的六个儿子 分别为 黄长子高成 黄次子高阳 黄六子高掩 黄八子高裕 黄九子高湛 以及黄十二子高济 东卫武定五年 神武帝高欢并是于晋阳家中 享年五十一岁 高欢死后 等待着楼昭君的又是什么呢 在他的扶持下 长子高成继任大丞相 高成继任后 通过改革官员选举制度 整顿励志 制定法律等手段 迅速确立了权威 并凭借自己的实力 击溃叛将侯景 以反监际乱凉 拓两怀之地 并收复河南 一步一步顺利掌控东卫大权 可惜 高成还未正式建立北七 就被忠于北卫的家奴所刺杀 年仅二十九岁 虽然高成并未正式登上地位 但他对于高氏地位的巩固 东卫北七间政权的过渡 贡献颇大 故起地高阳在建立北七后 他追视高成为文乡皇帝 值得一提的是 高成虽然早逝 但他的孩子却十分有出息 大名鼎鼎的蓝陵王高长公 就是高成之子 而高阳作为北七开国皇帝 在尾期间历经图治 历行改革 屡次击败柔然突厥起单 同时出击销梁 拓地至淮南 征战四方的他 可谓是北七一代英主 可惜的是 高阳在执政后期 以工业资金 不仅纵欲酗酒 而且还大兴土木 最终因饮酒过度而暴毙 高阳死后 他的长子高阴即位 高阴虽有君王的风度 但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一上位就着急改革 导致内部矛盾严重激化 再为不过一年 便被自己的叔叔高阳赶下了台 高阳通过兵骗当上皇帝后 虽然也小有成就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从侄子手中 抢夺皇位的高眼 却无力长久 销售这种荣耀 即位一年 便得重病而死 或许是因为 有过自己推翻侄子的 前车之鉴 他怕自己儿子 也会重蹈高阴的覆辙 便在弥留之际 将自己的皇位 传给了他的九弟高湛 与自己的几位哥哥相比 高湛十分昏庸 他整日沉眠于美色之中 不思国事 最后也因九色过度而死 十年仅三十二岁 娄昭君这一生 总共生了八个孩子 其中呢 有四个儿子都是皇帝 另外两个儿子高裕高纪 则分别被封为 乡城景王 柏陵文俭王 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呢 身份也不简单 长女是北魏孝武帝 元修的永熙皇后 元修死后 再嫁鹏城王元韶 另一个是太原长公主 东魏孝敬帝元善建皇后 再嫁高音的顾命大臣杨音 纵观娄昭君的这一生 可谓是极富传奇色彩 他不仅见证了一个 王朝的崛起与兴盛 而且自己的四个儿子 都能成为皇帝 这样的经历 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惜的是 他虽然拥有尊贵的身份 但自己的儿子 却没有一个活过四十岁的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